美國國務院在網站發出全球旅遊警示 指情報顯示 阿爾蓋達組織和其分支 密謀在今個月底前 在北非或中東發動恐怖襲擊 目標包括公共交通系統和旅遊景點 以及美國駐外市領館 提醒國民外遊時加倍提防 國務院較早前也下令 來近星期日 暫時關閉21個位於北非和中東等 向伊斯蘭國家駕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 確保人員安全 在伊斯蘭國家 星期日是工作日 官員指如果威脅持續 不排除星期日後 會繼續關閉部分市領館 旅遊警示又建議國民 前往目的地駕美國市領館網站登記資料 獲取最新的安全資訊 而美國正和其他國家密切合作應付威脅 另外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引述官員消息指 美國駐也門家大使館 很可能是襲擊目標 而襲擊已經在最後準備階段 策動襲擊的可能是以也門為基地的 阿爾蓋達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 英國外交部已經率先宣布 為了應對襲擊威脅 英國駐也門家大使館 會在東地星期日和星期一關閉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金營報導